欢迎来到今天的热炒九九 达人上菜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达人 是台湾非常知名的声优 而且她在配音圈也是美女 在台湾非常少见的配音圈美女 我这样讲一定得罪很多人 反正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好了 就是她曾经担任过的女主角 那么这部作品就是犬夜叉完结篇的ED 由AAA所演唱的With You 好 达人现在已经出现了 就坐在我的身旁 大家好 你先别急啦 不要接 他是达人 没有 等一下我们的李明呢 要先为你的开场 要为你的出场做一点暖场的动作 我们就先请我们李明诺威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达人 我今天真的很受宠若惊 因为我的达人居然说我是达人 天哪 口误 每个人都有专长一定有吃达人的地方 真的 好 来 诺威先来介绍吧 好 那今天的这一位达人呢 是从一开始在贸易公司打拼的时候 一个巧合的机缘之下 担任了某基金会的义钩 陪着生长朋友一起上了广播训练班 然后就擦出了对这一行好奇的火花 接着便接受了配音公会所举办的训练班 展开了配音这条不归路的旅程 那他十几年来的配音作品 横扫了卡通 韩剧 甚至是电影界 花妈 翠智友 松岛菜菜子就是他啦 声音如他的外表一样的甜美 年龄则是他的最高机密哦 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这一位配音员达人 王瑞琴 大家好 终于连到我了 欢迎你 瑞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一开场就说我是美女 太高兴了 而且你当之无愧啊 是吗 没有 但是如果跟花妈比起来 长相是跟她差很大啦 好 那花妈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待会儿再来请教你 但是一开始刚刚我们的诺维也介绍了 你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卡通戏剧 那么我想请你跟我们谈一下 在这样子的不同的作品里面 那你觉得难的地方在哪里 还有每一种不同的角色 有卡通的角色 有真人的角色 那你要掌握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说卡通好了 从卡通开始说起 卡通它的声线的变化必须要非常大 譬如说呢 全夜叉里面的阿黎 全夜叉 你给我坐下 那比小新的妈妈 小新 你怎么要吵我啦 还有小魔女 斗瑞咪里面的音符 大家好 我是音符 哈姆太郎里面的多多 哈姆太郎 等我 等我了 这样听起来就声线变化很大了 对 大家没有想到这都是同一个人 对啊 哇 真的好厉害哦 真的 那老师一直在网络上 就是被各位网友评委 就是声音非常的清脆又甜美 对 那其实如果有看过老师的作品 都知道就是刚刚老师有为我们示范过 就是声音的变化度相当的大 那不知道像老师通常 通常是如何去切换这样子的声音 这个要讲的话可以讲一堂课哦 我们简单的说好了 对 好 就是大致来讲呢 就是可以用 第一个就是变换那个共鸣腔的方式 这对大家来讲可能比较含糊一点 第二呢就是用嘴型来表现 第三个就是揣摩他的个性 然后第一个我们先讲到共鸣腔 共鸣腔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大印象一样 然后我们人体呢有五个共鸣腔 一个是颅腔共鸣 然后鼻腔共鸣 口腔共鸣 喉腔共鸣 还有胸腔共鸣 对 好像在上课 我们来示范一次 比如说老婆婆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到 用到我们的喉腔 或是带点胸腔共鸣 气声多一点 然后声音把它压低 哎呀 我是老婆婆 哇 这样子够老了吧 我差不多呢 七八十岁了 那如果说用到比较年轻的声音呢 就可能用到口腔跟带点鼻腔 嗨 大家好 我是年轻的小女孩哦 或者是上班族也可以啦 听起来就比较清脆了 我觉得好像 这个大家 收音机前面的一定觉得在变脸 对 像机具那样 对 声音在变脸 所以第二个我们讲到用嘴形 嘴形有时候 在卡通里面呢 小男生大部分都是 由女生来诠释的 那小男生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比较欧 嘴巴欧欧 欧字型的嘴 嗨 我是小男生 大家好 哈哈哈哈 真好玩哩 妈妈都不带我出去玩 就比较欧型的嘴形 小女生的话呢 大部分就嘴形呢 一字型的嘴形 就是把你的嘴裂开来这样子 嗨 我是小女生 很可爱吧 好厉害 所以你看每一个共鸣 加上嘴形的一些变化 就能够让瑞琴 创造出无限多的可能 还有无限丰富的 这个声音的变化 好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那么欣赏一首歌曲 待会再继续请瑞琴 跟我们聊一聊 她精彩的配音的人生 我等不及了 不过还是来先听一下这一首 也是由瑞琴老师所担任的 侦探男孩主角的作品 来自动画侦探学员Q的OP 咪Q 咪公 咪Q 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 有关于声音变化 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在每一种 不同的戏剧当中 这所谓的戏感要培养嘛 那你是怎么样子去揣摩 每一种角色 她的情绪感受 然后可以跟她 好像是同步在演戏呢 我刚刚漏讲就是 还有就是怎么样变身 就是用去揣摩个性 这也是变身的一种方式 对 之一 是 我记得之前我有配一部卡通 我不知道是宫崎俊的一个卡通 就是主角来到一个女人国 那因为客户她经费有限 那可能只是配个DVD而已啊 所以她叫我们 可能叫我就要配女人国 所有里面的女人 真的 这大难题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就依照她的 女人国里面的个性 我来诠释 因为如果你都用同一种声音 大家太对不起 观众朋友了 所以我就揣摩她的个性 譬如说呢 我们用一句话来说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那我们用用同一句话 我们来不同的个性 我们来诠释好不好 好啊 譬如说 活泼型的女孩子呢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这是活泼型的表现 好 游弱型的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好难用 好屌 再来粗犷型的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男人国 对 再来 憨执型的呢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憨憨的 再来撒娇型的 勇哥最喜欢了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 尤其是男生 我看都已经贪了 没错 开始缺义 对 还有就是 奸扎型的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咬牙切齿的 最后一个冷艳型 叫你办件事你都办不好 感觉好像这个好像很奸扎样子 心里有鬼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揣摩剧中的角色 你给他的声音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呢 一定要到YouTube上面看看我们的录音花絮 真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瑞琴老师他除了声音演绎精彩之外 他脸上的表情哦 那更是精彩变化多端 对 这就是其实我们配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美妙的 好玩的一个地方 平常大家看不到的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耶 因为如果说有各位有机会到录音室看我们工作情形的话 你们会觉得很好玩一点就是我们配戏剧的时候的那个脸部表情 其实是跟剧里面的角色是一样的 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融入角色 好 讲到融入角色呢 我觉得要提一个大家都很想知道的那就是 将将将将 花妈 对 真的可以算是瑞琴女的代表作之一了 对对对 而且非常受到大家欢迎 对 那你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好玩的 就是你在当初配花妈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妈妈的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尤其他造型是非常的夸张 对 好笑的 你会想要做那样子的打扮吗 从来没有 那我 那我不是人家看了会怕人家会吓一跳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他的打扮非常的劲爆 对 那你的声音演出其实也是很精彩很劲爆的 你当初是 怎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 比方说很比较本土的口音 然后这样子说话方式 是你自己设计出来还是说跟比方说领班还是客户这样子的要求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刚开始客户呢 他就我们当然要先试音定角色 然后刚开始他找了一个台语非常溜的一个专门配台语的配音员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太很台语太溜 他们也不是很爱 因为基本上这是国语的卡通 是 对 那他们又希望能够找个素人一点的 所以他们就找办公室里面的 会说台湾国语的素人 当然你找素人来的话 那声音表情不够 这是一个缺点 是 对 所以他们就刚好找到我 然后告诉我他们的需求 然后我试音的结果呢 他们非常的满意 那我刚好就想到我另外一个同事 他的妈妈住南部的一个妈妈 然后他通常讲话都非常的逗趣啊 有时候讲到他妈妈的去世 我们都笑得要死 我就用他来做蓝本 然后就尝试用这种方式录 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我觉得非常谢谢瑞青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给我机会 不要这么说 我们真的好难得哦 真的 好那我想之后 如果瑞青还有一些什么更精彩的角色 也欢迎随时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好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谢谢花妈的代言人瑞青 再见咯各位 谢谢 好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由瑞青还有林美秀 以及雷碧文所演唱的 我们这一家中文版的片尾曲 的 比特别多 崩尾曲 已经更 Sick